南宋绍兴十年的五月 一个男婴出生于山东济南的历城县 他的祖父为他取名为新契吉 这个少年亲眼目睹了汉人 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 他自幼便立下了恢复中原 报国学耻的志向 二十一岁的新契吉加入了耿京的起义军 他力劝耿京归附南宋 四年正月 耿京命新契吉奉表南归 就在新契吉与朝廷接洽成功 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 叛徒张安国等人谋害了耿京 待人投降了金朝 新契吉收到消息后 率五十人习近金营 在五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南下归宋 斩叛徒于临安 经此一事 新契吉威震天下 宋高宗任命他为将因谦判 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世幻生涯 这时的新契吉二十三岁 三年后他向朝廷奉上了自己的抗金方略 但在偏安乘风的时局下 他的建议并未引起朝堂的重视 经过深思熟虑的抗金大计时辰大海 新契吉陷入了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中 从二十九岁开始 他先后担任了通判 支州 江西提醒等多个职位 在平定了查商军之后 新契吉成为了封疆大吏 但换海升迁不是新契吉的志向 他日夜渴望的是北伐中原征战沙场 而他执着北伐的立场 也使得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 新契吉在地方上大刀阔斧的整顿 得罪了权贵们的利益 在激烈的弹劾下 四十二岁的新契吉被罢去了所有职务 他回到了自己的驾宣庄园 字号驾宣居室 七年后的一个冬天 新契吉与陈亮相会于岩山 史称第二次俄湖之会 此后他又陆续两次出山做官 在此期间 他还与朱熹等明世交往 度过了一段纵论江山的日子 公元一一九四年 五十五岁的新契吉又被罢官 同年夏天 他回到了江西上饶经营庄园 他决心像陶渊明一样隐居田园 可贤云野鹤终究不是他的追求 四年后 他再次出世做官 接下来五年时间里 朝局发生变化 主战派人士逐渐占据上风 四年 已经垂垂老矣的新契吉 请求觐见皇帝 他仍对北伐怀疑无限憧憬 此时的新契吉已经历了四代君王 朝局翻来覆去 而北定中原依旧遥遥无期 在几年的涣海沉浮后 心灰意冷的新契吉再度辞去了官职回到阎山 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心力焦脆 公元一二零七年的秋天 朝堂再次想起了这位忠贞耿直的老臣 令他诉到民安赋任 但赵叔到了新契吉面前时 他已病重卧床不起 这一年的九月秋风萧瑟 在用尽全力喊出杀贼二字后 新契吉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终年六十八岁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栏珊处 我们不知道新契吉要寻的人是谁 但我们希望这位嫁宣居士 最终梦见了山河一统 四海生平